只要问题不断发发,使消费者感到担忧 其中发行蛋类食品 蛋类食品是消费者就能接受的蛋白质来源 因此我们想找出方法来解决这些变成其中的伤害的质物 除此料理是经营推荐的料理方式 透过一种特别的物理变化 在进食物的质地后 以后随意发现的概念将食物的口感与质地打散 重启成加速料理 同样的味道以不同的外观和口感来呈现 添付了我们对传统食物一直以来的认知 也能让消费者安心使用 因此我们要用这个原理来制作三类商品 同时也能做出悬树的素体上 继续在食物上的三类商品 我们的研究过程是 需要豆浆和木瓜 多点与海岛商料混合 先将木瓜和脚香的能力 一直套制绿化钢农业中 在酱化完全后吸成银岛基础 然后再把银岛基础放入 多些海岛酸钠与农业中 一起进套制绿化钢农业 在酱化完全后 就会食成银食主蛋 这银食主蛋 将绿化钙与海岛酸钠结合 海岛酸钠又称海岛礁 河岛礁和河岛礁 是一种安全合法的食品变加物 结合作为针头吸食 一个面器主用 酱化钢溶液稀值 因此在水中的溶解度非常大 经常会用来当防沉剂 防控剂 干包剂 也可做食品变加物 研究步众 我们先趁溶液材料100克 内液1.1克海岛酸钠 搅拌均匀 充分控消除气泡 尽致一段时间 极为所致的海岛酸钠溶液 再准备200克 增6层加1克酱化钢 做酱化钢溶液 将海岛酸钠的道路模式 浸泡硫化钢 水泡硬化钢溶液化完成 激光火机成为成品 我们仅仅会容易材料 但是在过程中发现到 加热过后 即使容易的 国家池会产生变化 太过浓稠 而无法形成金球 但今天过程中 我们发现 金球在形成过程会有气泡 我们试了许多方法 一如微波加热等方法 但效果都不显示 最后使用冲吹空气 使用最后明显改善气泡的问题 我们只要有池球化 就加海岛酸钠 加入水泡 一起排料 放浴化钙 放浴化钙完全正入形成交底部的生味形成 过多次之夜后 我们发现温度会影响金球的大小 并且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 金球由液态总为半固状 最终到达木态 因此我们选择 木瓜豆浆 豆浆 制作银蛋黄金球 制作银 我们经历许多的难 最后经由多次实验改善 我们成功制作出 以木瓜作为蛋黄 豆浆作为蛋白的 银全蛋金球 紧接着我们实验使用木瓜蛋黄金球 做出原素 使者可以使用浅低热量的原素蛋黄 银蛋黄原料 一开始以橘子作为实验的材料 制作银蛋黄 但我们发现到橘子左肉的表皮所囊中 所含的果胶分解酵素 会破坏海藻酸脑的银胶作用 因此以橘子作为银蛋黄的材料是不可行的 接着我们想到以红萝卜为材料 制作后发现红萝卜的色泽接近蛋黄的颜色 但在味道上令人难以接受 所以用红萝卜作为银蛋黄的材料也是不可行的 之后我们以入瓜作为材料 虽然一开始因为入瓜的酵素含量不高 而产生过度粘稠的问题 进而被占平使用 但最后我们发现出瓜容易地球加水稀释 可以降低过度粘稠的问题 且味道上也没接受 因此我们最终选定以入瓜来作为银蛋黄的材料 蛋白原料 你以色的最接近蛋白的牛奶作为材料 它牛奶中含有大量矿物质 对间接影响绿化钙对海藻酸辣的钙化作用 而无法凝结成金球 接着以矿物质含量较低的盐奶制作 但发现盐奶容易经由绿化钙权进靠过后 可金球表面无法多次复合 在切开拧全蛋金球后会看到表内部层层分离 因此盐奶无法当成蛋白的材料 最后我们以豆浆作为材料 在实验后我们发现豆浆的色澤接近银蛋白的颜色 且包入银蛋黄后切开 发现内部并无成层分离的现象 因此我们最终全静豆浆作为银蛋白的材料 在经过多次的实验后 我们最终全静木瓜和豆浆作为银蛋黄和银蛋白的材料 母全蛋金球我们与时刻的木瓜容易倒入小茶杯 浸泡绿化钙容易形成球状 后触摸静置五小时就完成了银蛋黄金球 凭全蛋金球的制作我们一开始的做法 发现银蛋黄金球过后会实现蛋黄成立与不阿线的状况 所以银蛋黄成为完美的弹性 之后我们以模具将蛋白容易凝结后 切开表层放入蛋黄容易 再填入蛋白容易 但是磁虹化蛋黄会偏移 我们也不适合 最终我们找到了层层包裹法 将蛋黄浸泡蛋白容易 再浸泡绿化钙容易 以清水提去表皮的绿化钙容易 成功此一种最终完成球形的银蛋金球 接着我们将以蛋黄金球制作银蛋黄 将红红红红的蛋液来量成长顺 产生了不同红红的蛋黄酥 结果所有结入市售果汁制作银球是可行的 不发容易 自我为银蛋黄都将做银蛋白 以层层包裹法制作银蛋金球 金球可以解决高有高质和高等不少的问题 但是金球也很高纤维和其他身份 所以也不疑似太多 在未来可以自己做各种金融部分产品 减少设计高质的益率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产品 我们的结束到此结束